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小鹿金融實戰的Youtube頻道,我是小鹿 今天小鹿要特別來製作一集的內容,來跟大家分享在2022年升息循環展開的現階段的時間點 你到底應該持有什麼類股,對於這升息循環的過程當中,你的財富的增長是比較有利的 小鹿會分享兩大族群,第一個是金融類股,第二個是基礎建設 今天這一集的影片內容是EP1,所以我們今天會針對金融類股部分來做介紹 如果你認為今天的影片內容有幫助到你的話,再幫小鹿按讚訂閱分享並且開啟你的小鈴鐺 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跟小鹿討論 如果今天的影片內容反應的話非常不錯,小鹿也會幫大家錄製EP2 跟大家介紹基礎建設的部分 好,我們廢話不多說,趕快來看看今天的第一個主題吧 首先小鹿要跟大家來聊聊的就是,那現階段的背景到底是什麼 2022年跟2021年的背景差異在哪裡 基本上今年是一個篤定要升息的一個狀況 在2020年降息時代下,加入到股票市場的投資人 你一定沒有體會過什麼叫做升息的循環 所以對於新手投資人來講,今天這樣的一個體驗 今年這樣子的體驗,是一個前所未有的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仔細去觀察,整個大環境的變化到底是什麼 我們先來聊聊什麼叫升息好了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美國的聯準會 他決定了一個全球非常重要的利率 叫做美國聯邦基準利率Fed interest 這個利率代表什麼呢? 其實他決定的就是全球的資金動向,全球的資金的命脈 也就是說這是一個美國的央行跟美國的銀行之間的利息 也就是說如果現在利息往上提升了 那麼多數人就會更有企圖心 更有積極想要把錢放回去銀行的狀況 因為利息提高了嘛 定存提高了,活存也提高了 自然錢就會有一定的驅動力 把大家的錢全部都捲回到銀行當中 所以這就是一個升息的狀況 反過來說之前的降息是什麼? 鼓勵大家把錢從銀行撤出去 去投資,去擴廠 甚至去做一個比較槓桿型的操作 所以就導致了我們的全球的股市在疫情爆發之際 股市出現的大暴漲 最主要就是因為利率太低了 錢都被趕出銀行裡面了 所以基本上錢都在散在外面 熱錢快速的湧現狀況之下 資產的價格都被推高 利率的變動到底會造成哪幾件事情的影響? 其實有4個,第一個,美國的利率調整 會引發全球資金的一個牽動 為什麼? 現在美元定存利率比較高 你會不會想去存美元的定存? 會嗎? 所以錢是不是流到美元去了 第一個,利率絕對會引發全球資金移動 第二個,無風險利率的定毛效應 因為我們都知道 以美元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 近乎無風險的投資資產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美元無風險的資產利率往上提高了 那不就代表說 大資金的人就去思考一件事了 現在無風險就可以賺1.5%、2% 我還要冒比較高的風險去投資股票嗎? 還是我投美元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會引發 你到底要投股票或投美元的疑慮 第三,會有資金成本變動的一個效果 因為利率往上調升了 對於企業來講的話 他再去借錢去做投資 利息變高了 他是不是就會比較壓抑到 他的獲利的價格、獲利的空間 因為成本變高了嘛 所以多多少少會引發一些 企業端借錢上面的一些疑慮 第四,會有市場上資金流通的 多餘寡的一個效果 因為利率往上提升了 但他錢全部湧回到銀行去 在外流通錢就變少了 達到了美國政府 現在極力要控制通貨膨脹的效果 就是把在外流通的熱錢 全部再收回來 所以基本上升息 他背後有這四件的一個含義 升息背後代表有什麼意義? 第一個 你的期望報酬率 基本上有兩件事情組成 第一個叫無風險利率 你要跟定存去比 定存去比的狀況之下 你還要加一個風險貼水 也就是你多冒了風險 所多賺的你的投資報酬率 基本上目前因為升息的關係 導致了你的無風險利率往上調升了 你是不是就不會這麼願意冒這麼大的風險 再多去買更多的資產 所以你的風險貼水這個幅度 你會往下降 你不會再去這麼積極的去買股票 因為定存利率慢慢調升起來 背後邏輯是這一個 企業成本的提高 這我剛才也講過了 可能變相壓縮到企業的獲利 第三 資金渴望重回美元 因為美元要升息了 美元要升息了 利息變高了 大家都湧進去買美元 美元就會升值 第四個 無風險利率的定毛效應 就是我剛才講到的 它會存在在大家的心中 很多人說 小鹿升息會不會崩盤 你看每一次的升息循環 我們看最近幾次了 升息它不會是一次就達成 它是一個循環 升息 然後降息 升息 降息 它不是一次性的活動 縱觀最近幾次的升息活動 像2003年到2007年 2016年到2019年 都是維持三到四年的 升息循環時間 美國今年度已經開始的升息了 所以會帶動 三到四年的 升息循環的一個狀況 很多人都說 小鹿升息會不會崩盤 2003到2007 2016到2019 我們其實把道瓊指數 拉出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 升息循環的過程當中 道瓊指數來創新高 2016到2019 也是升息循環 指數就是創新高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升息絕對沒有你想的這麼可怕 因為憑什麼升息 就是經濟成長好 才有把握 才有本事升息 這是大家在升息的年代之中 你一定要特別特別清楚的一個重點 所以我給大家做個小的 summarize 降息的目標 是為了要刺激就業 那是因為你把錢 全部都趕出銀行了 錢都散在市場上面 可能會引發所謂的通貨膨脹 也就是現在的狀況 所以聯組會馬上要做一個反轉的動作 叫升息 抑制通貨膨脹 同時也讓目前快速成長的經濟 有一點降溫 不然經濟有點過熱了 這是市場上所擔心的 所以我講過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經濟實在太好了 才會有升息的必要 所以升息的背景 多半都是經濟發展良好 所以升息我自己的認為 就是一個短空長多的訊號 短空是什麼 資金真的被收回去了 被收回到銀行去了 那長多是什麼 長多就是因為經濟真的在成長 不然怎麼升息 對吧 邏輯大致上是這樣子 我們根據最近的FedWatch tool裡面 所顯示的data來看 2021年 2022年 這裡data有點輸錯 2022年1月9號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今年度 1月份26號 基本上還是維持在目前的利率 0-25%這個地方 0-0.25% 那最近的FOMC的會議表示 其實2022年跟2023年 都會執行升息的循環 最快的時間點 原本去年預期都是在6月 今年沒想要提前的 變成在3月 有沒有 3月份的這個地方 來小鹿畫給大家看 3月16號升息印碼 往上調整印碼的機率 高達了快要7成 換句話說 3月份就會升息了 3月份就會升息了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要理解 3月份升息第一次 升息第二次 有可能在6月 升息第三次 可能在9月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今年就很有可能升息三次 所以你就一定要做好準備 來應對升息的背景 一定要來應對升息的背景 OK 好 重點來了 小鹿 升息到底要買什麼資產 你是不是有這樣的疑問 給大家結論 通貨膨脹這次 非常嚴重的驅動 最主要就是因為大量的貨幣印製 無限QE一直印鈔票 還有美國解封 基礎建設要開始蓋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當然通貨就很嚴重 四大資產是你可以觀察到 直接受惠升息 而且還會有資金進場 做拉抬的四種產業 第一個叫金融 第二個叫資產股 第三個叫Rate 第四個叫原物料 小鹿觀察到 其實影響最深的 還是在金融跟原物料 而基礎建設相關的族群 所以我們會針對這兩個族群 來跟大家做詳細介紹 首先我們先來看金融類股 基本上很多人說小鹿 可是我們升息每次的背景都不一樣 我們可不可以去找歷史當中 跟我們背景很相似的 可以 你去找要升息 且通膨非常嚴重的幾個年度 04年05年 07年11年 都是屬於通膨大於三個百分點 而且利率持續上升的狀況 觀察三件事情 第一 在這個時間點 商品的原物料 基礎建設 還有公用的事業 像金融股 還有黃金 表現都是非常的亮眼 年化的報酬率 大概都有15-20% 房地產跟Rate的報酬率 也超過10% 表現相對來說 沒那麼亮眼的 就是全球一般化的股票跟債券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你有沒有感覺到 應該佈局什麼 佈局金融 佈局基礎建設 它是在通膨且升息的循環當中 報酬率最好的資產 好 我們現在談談金融類股好了 我們現在談談金融類股 好 投資本 金融類股基本上 你要去想一件事 升息代表什麼 利息往上調 利息往上調 最直接受惠的 不就是銀行部門嗎 銀行怎麼賺錢的 透過存款跟放款 民眾把錢存來銀行裡面 我在把錢放款到那些企業當中 因為企業需要資金 所以我就一個借一個出入這樣子 金錢上的出入 一個存款一個放款 這樣的狀況之下 因為利息的調升 我的利潤不就直接放大了嗎 對吧 所以利率往上調升 最直接受惠的就是銀行部門 金融股相關的EPS 就可以出現正向的成長 根據Bloomber的資料顯示 每一次只要升息的循環開始 標普S&P500上面的銀行類股的EPS 就會往上調 就會往上調整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 我們得到一個結論 升息直接有利金融股 所以2022年初 也就是現在要開始升息了 你就一定要好好把握金融股的機會 很多人在之前的操作 不論你是短線 你是波段投資人 甚至是比較中長期的投資人 你可能比較容易忽略的是金融資產 金融族群 金融產業 但是在今年 明年跟後年 我希望大家可以把金融產業 這件事情放在心上 因為它將出現 讓你比較意想不到的價格走勢 它可能會有比較明顯的爆發力道出來 所以升息基本上 會影響到銀行存放款利差利潤 所以我們在找尋金融股的時候 全台灣有14、15檔金融股 你這樣子縱彎掃過去 你要找什麼 你要找的是銀行占比比較高的族群 銀行占比 不是做保險的 是做銀行為主的 你就要以那個為主 你看 像是以銀行為主 像趙鋒金、玉山金、低金 有沒有 銀行占比都超過80% 還有像核庫金、華南金、台新金、永豐金 他們都是以銀行業務為主 而且占比都非常的高 換句話說 一旦真的展開了升息 那這一類型的股票 這一類型的金控類股 他們就會直接受惠到升息的調整 利差馬上放大 利差馬上放大 EPS上去了 配息率維持固定的狀況之下 配息的資金也變多了 所以股價就有往上推升的動能 當然 這是金控股的部分 那如果小路 我可不可以再做更純利點的 可以啊 就是銀行股 各種的銀行股 業務就是做銀行的 所以他們也很 也會直接受惠到 這一個升息的影響 那我們先看幾檔好了 像玉山金 各位投資朋友 你看最近幾年的玉山金控 都是賺一塊多對不對 一塊四一塊五一塊七左右 那明年要是升息 EPS就會往上跳 那EPS往上跳的過程當中 你看他的配息率 其他配息都配很多 配息都配很多 基本上賺多少配多少的公司 所以EPS往上跳 股息也往上跳 那股價不就應該要往上跳嗎 金融股大概都這樣的邏輯 你看玉山金 有沒有 第一金也是一樣 EPS都很穩定 而且配息率也都非常的高 EPS跳上去了 配息也會跳上去 股價就會跳上去 趙鋒金也是一模一樣的概念 配息率都非常的高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是在現階段這樣的行情 即將展開升息循環的過程當中 不只是趙鋒金 第一金 玉山金 甚至是這一些以銀行為主的金控 你都可以多加留意他的投資機會 在2022年 升息循環展開的這個過程當中 或許他能夠出現 讓你意想不到的投資報酬率 所以我認為在金融股的部分 你一定要在升息循環當中 好好來做留意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內容 就跟各位同種輔助到這地方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內容 想要看下一集的內容的話 再幫小鹿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你的小鈴鐺 我是小鹿 我們下次見 拜拜